受到新冠疫情影响 现在几乎人人一罐酒精消毒液 台湾匡康企重症专科医师王谦表示 浓度在70%至95%之间的酒精有消毒效果 这是因为酒精破坏新冠病毒的病毒膜 令到它失去毒性 但是在酒精初游之下 不代表全部的病毒和细菌都能完全消失 酒精根本无法消灭所有细菌 包括腸病毒 小儿麻痹病毒 A肝病毒 鼻病毒等 以及细菌 好像牙包钢菌 寄生虫 例如饮包子虫 王谦说 叫大家勤洗手 其实是在鼓励大家 要用肺茄加水勤快洗手 无法洗手的时候 才用75%酒精洗手液应急一下 只有亲自用肺茄洗手 舍不会将病毒等带回家传染小朋友和居家人 FB MAT RUT At FIT 1. stehenist.在赌人士